今天说一下多肉 多肉出生一个叶片发圆的话 又怎么给它补就好呢 这些方法是比较的简单的 像这种植物有很多女生喜欢养 特别是放在那些窗台 阳台及公关上是比较好的 接下来就说一下 如何给它预防一个发圆的 可以用到磷酸二斤甲 给它做一个防治 就是防治这个叶片出现发圆 还有微粮 因为磷酸二斤甲 它是可以挤到抗导服 抗磷酸 抗微粮的作用的 所以会儿们 如果你家里的多肉出现了叶片发圆的话 就是洗用磷酸二斤甲 给它对水喷洒就可以了 喷洒的话 就是每隔三天给它喷洒一次 喷洒时间是早上还有傍晚 各喷一次 连次喷洒三次左右 它就会慢慢的恢复坚硬度 饱和度了 既然你就不用担心它再次发圆了 同时夏季暂时不要给它补肥 因为夏季还没适合给它补肥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好了 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我这个小方法能够帮助到 喜欢养多肉的花样们 好了 下期再见